世界面临两场战争 130个国家的代表汇聚北京 几乎所有中东国家都带路 这几天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峰会 成为了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 特别是在欧洲与中东同时爆发战争的情况下 十年过去了 全球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 以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文件 共有130多个国家派出政府代表出席 其中有许多国家是由最高元首带团参会的 包括俄罗斯、印尼、塞尔维亚 以及中亚五国的领导人都细数参会 从参加会议的代表看 中东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是中国的带路党 这一点也很有意思 实际上目前全球只有四五十个国家 没有加入一带一路倡议 其中大部分是传统概念上的西方国家 在亚洲只有四个国家明确表示不加入 他们分别是日本、印度、布丹和以色列 今天我们就来谈一下 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义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将奠定中美未来竞争的大格局 首先 中国践行人类命运共同级理念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了合作双赢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想发展 但是没有钱、没有技术 甚至都没有发展规划 而这一切中国都会给 中国强大的基建能力 正好可以帮助这些国家发展 然后实现合作共赢 在这个世界上 真正有意愿、有实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的 只有中国、没有之一 美国也想联合计息 推出能够以一带一路抗衡的战略 但是最后都不了了之 因为没有人出钱 何况他们也没有这个基建能力 第二 这是为应对美国战略打压 降低对西方国家市场依赖的重大战略举措 以定层设计 中国以中文国家的贸易额 已经超过了欧洲和美国 中国以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额的比例 是越来越高 我们等于有了更强的筹码 来应对美国的战略打压 要知道 中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 对外贸易关系着国家发展战略 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 美国未来在推动对华脱钩锻炼 中国也不必感到担心 因为我们的对外贸易上 对美国的依赖度已经没有这么高了 第三 此举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 从中美竞争的角度来看 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非常重要 但是忍重而道远 现在在国际上 人民币结算的势头非常强 这就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一个重要成果 第四 树立中国力推和平与发展的伟大形象 给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 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 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中东国家 都能参加一带一路 或者说 除了传统概念上的西方国家以外 所有国家都愿意参与 其核心原因是中国为这些国家带来了机遇 而不是强迫 中国推动建立一个多极世界 不干涉他国内政 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 这与美国所奉行的实力地位外交理念完全不同 现在欧洲和中东都有战争 其爆发的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 而此时中国这边有130多个国家的代表 汇聚与堂 大谈发展机会 这一对比就是对美国人的一个强烈的讽刺 从中美竞争的角度来看 中国因为推动一带一路 树立了更受尊重的国际影像 以美国所搞的霸权主义 形成了强烈反差 现在虽然不能说已经决出胜负 但是中国的外交战略更符合一个多极世界的建立 这是世界各国都公认的 未来越来越多的国家 不听美国话将成为现实 美国只要还在不断的发动战争 它的影响力就会越来越弱 这个大趋势已经建立 以中国合作能够和平发展 抱美国大腿可能会有战争灾难 这个广告词很有说服力 时间在中国一边 对于世界各国的外交战争灾难 对于世界各国的外交战争灾难 是一边的明天 这个反复的反复